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送走了很多伙伴 这四年里 我已经记不清见过了多少次这种情形 可每次依然会让我心痛 我当时选择成为一名医疗志愿者 跟随老师学习 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 却依然无法阻止他们离去的步伐 在避难所内 我可以尽我所能 可是一旦离开避难所 我们要面对的还有同类 那些曾经的黑帮 罪犯 雇佣兵 很多同伴倒在了这些人的手中 抱歉 我不应该说这些的 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 我不应该传递这些负能量 不要消沉啊 秀妍 避难所还有很多人在需要你 他们都没有放弃 你更不能放弃 你说得对 无论什么情况 我都不应该忘记当初的目的 对了 我昨天已经帮你申请了避难所电台的权限 你只需要找到通讯员马蒂尔达 就可以联入频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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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仪陆济城的那个幸存者 不妄我昨天一直在努力呼叫 你做到了 在接入频道之前 先让我向你介绍一下 渡压避难所吧 你想知道哪些内容 这里本来是救援部队的一个临时营地 凯恩老大 凯瑟琳教官 还有麦可医生都曾在这里服役 但随着四年前的变故 他们很快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 而前来寻求帮助的难民也越来越多 于是凯恩老大带着难民和士兵 将这里改造成了一间避难所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难民之一 要不是他们 我早就成了野狼的食物 那个时候的避难所非常艰难 食物 药品 武器的补给经常短缺 还要随时面临着外面那些混蛋的侵扰 不过我们都挺过来了 而且还将避难所逐渐扩展到今天的样子 我们甚至也用了我用的便利和自来水 避难所的前身是杜鸭小队 是凯恩队长创立的 除了队长 小队的成员还有秀妍 凯瑟龙教官 罗曼 唐 和叶夫根尼 不过叶夫根尼在一次探索中失踪了 他是个看上去很凶狠 但实际上很温暖的人 这个还是由凯恩队长跟你说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很看重你 对啊 别忘记接入电台频道 他就在桌子上 接入之后 请不要忘记和其他人打个招呼 小队长 男嘉宾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